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睇五简总结 我是VK文英文 现在先和大家看看内地和本港股市的收市情况 内地股市中午收市个别发展 上证综合指数跌了1点报2653点 户心300跌了4点报3232点 深证成分指数升了7点报7971点 创业版指数升了4点报1396点 行指方面今天跌了34点报25758点 国企指数跌了46点报10431点 币市成交有447亿 这个环节就是Jason为我们的嘉宾 Jason 你好 你好 其实看到最近港股的表现都挺刺激 其实今天早上港股高开81点之后 都到跌百几点 中午收市前又跌得没那么多 晚就之后都不知道会不会升上去 不过看到中美贸易战又好像有转机的迹象 昨晚白空经济顾问库德洛就说中美恢复了良好的贸易磋商 再加上罗斯也表示中方的代表团 在短期内都会到访美国 其实会不会对市场都有些支持呢 会不会补回上一个下个列口呢 去到今个月尾 G20方面峰会 之前都在说两国方面的元首 特朗普和习近平都会有个会面 正常来说通常在这些元首级会面之前 怎样都会有些其他的政府官员 一些高层的官员都会互相做一些试探 或者互相都会予早有些交流 希望都是打定底 所以之前都在说美国方面的财长老阴 还有国家方面的副主席刘鹤 都说已经是通过电话 之后会不会有些访问团到美国那边 再有个访问呢 其实都不意外 也是属于市场都能够期盼的一些事件 但真正的关键都是要去到月尾 就算你说现在有很多官员肯去谈也好 但你说到最后特朗普 愿不愿意押头 愿不愿意两边真的可以坐下 希望可以尋找共识出来 那部份才是最后的重点 如果你说现在纯粹只有港字 但到最后大家都仍然是谈不了 对于市场来说 都不能一面都看好 但距离的G20峰会 还有一个几两个星期 但是在这段时间 相信整个市场都应该会继续 会有更加多利好的传闻 或者消息传出 对于港股来说 应该就会有些帮助 正如昨天都跟大家说 虽然市场早段那段 跟着美股是有个低开 但去到下午的时间 都见到跌幅不断收集 甚至去到最后来说 都是一个全日最高位来收市 今天市场有些反复不出奇 但你看到跌的沽压又不是太大 所以在短期里面 我都相信整个市场仍然都在做一个捉底的形态 就是在这些位置 你说再要穿之前的底部 不是那么容易的 相反地如果你说 未来有更多好消息出 甚至乎你说今天收市之后 腾讯出份业绩是比市场好 现在比较悲观的预期 都是有个条件令市场再夹高一点 所以在未来这几星期 我相信市场向上 弹回到26,500左右的机会 都是挺高的 好啊 讲完大事 都想和Jason 讲一下内银股 因为10月中国新增人币的贷款数据 其实都不是那么漂亮 看到今天粮股的表现都偏远 讲完数据 都创了一年的新低 只有6,970亿元 都远差过市场预期 10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亦都比上个月少了七成 还创了2016年7月以来的 超过两年的最低位 只有7,288亿 其实数据出来之后 有些分析都说 其实这个数据 好像都低得挺夸张 反映其实企业的融资需求 都越来越少 对于经济的信心 都不是很足够 与其未来 会不会有更多的措施 都会出来呢 比如好像企业减税等等的措施 出来呢 是的 在昨天出的内地人民币 新增贷款 或者一个社用规模的数据 刚刚Bicky都提到 是相当之差的 甚至乎都令到市场意外 就说之前十月份 明明已经做了一个降准 幅度都有一个百分点那么多 再加上也都有一些地方债 过去几个月是继续发行 虽然这个发行的规模 去到十月份有一个缩减 但是假设大家之前 会有个比较主观的愿望 经过内地央行 有些放水的动作 或者国务院有这么多 一些支持基建的方案推出 理论上对于一些 叫企业中长期贷款来说 应该会有个支撑的作用 但是你见到昨天出来的数据 很严的地方 就不单止整个数字差 甚至乎你看到里面的一些结构 当中在新增贷款里面 说企业一些中长期贷款的比例 都是有一个缩减的 代表着这些钱现在 似乎都不是那么流到实体经济 又或者可能在另一层面说 现在实体经济都比较疲弱 令到公司方面 整体的借贷的意欲 贷款的需求 都还是比较疲弱些 所以自然对于银行短期来说 会可能有些阴霾 再加上在过去的星期 看到郭雪清都提及 就是希望 未来银行都要加大 对于民企的贷款 代表着 现在可能 民营企业方面 整体的融资上 未必完全没有需求 但基于他们的信贷 质素比较差 抵押品的数量不是那么够 都令到银行对他们放贷的意欲 比较低 但对于内人来说 他们现在面对的两难关 就说他们对于大型企业 似乎整体的借贷需求是回落 但对于中小微企 民企方面 他们又未必那么愿意去放贷 所以到最后 会不会都令到银行那个 就是放贷的量 甚至乎息差方面 都有一个收缩呢 那如果他未来真的要夹硬 都要将那些贷款 借给一些信贷质素 比较低的公司的时候 又反而会不会令到 那个贷款的质素 整体那个信贷方面的损失 都会是恶化呢 那这些因素对于内人股 短期来说 会有些影响 但是反而现在大家又会有个憧憬 就说刚刚这个预出的数据 都这么弱的时候 来着央行 在那个放水的力度上 会不会再有一个加码呢 譬如就说降准 会不会在年底之前 再有机会出现呢 所以这些因素 都灵顿来人股 今天看这个跌幅 又不是说算零零细细特别大的 所以暂时这个版法 我觉得都是忠诚为主 如果你说短线 好像刚刚说 博博的事 再有机会弹高一点点 那内人股 我相信整体表现 都不会说真的太差了 好啊 除了内人之外 其实今天油股 都是市盡的焦点来的 因为呢 看到三桶油 今天都跌得比较厉害 中海油跌4% 中石油 中石化都要跌3% 为什么跌这么多呢 就是因为隔晚油价 都跌超过7% 纽约的油年跌了12天 报在55.69美元 报油都要跌6% 左右 报65.47 其实继续 早前特朗普都开口 沙特减产之后 OPEC 昨天对于明年的展望 都令到油价受压 它指全球对于OPEC原油的需求 预计是日均3,150万桶 其实比起原先预期的 都跌得几多下的 市场其实都说 油市都步入了一个熊市的阶段 那会不会说油价是否还有得跌呢 油价我觉得短期里面 就算有反弹也好 整个下限的格局 我觉得都叫做形成了 除非到下个月 OPEC那些油组成员国 真的愿意继续 保持着很大力度的减产 否则面对着 现在整体经济的放缓 整体新兴市场对于 原油需求又减弱的 这个大前提之下 我相信原油价格 就未必存在一个 很大幅度反弹的空间 但是当然 如果你说这些moment 去到再打算沽883 要看位 当然如果你看到今年以来 油价跌幅和海优股价跌幅 明显海优还是跑赢 或者股价还是比较硬 如果你说油价都没有什么起息 我相信中海优再向下 追回一些跌幅的可能性 都是比较大 下面我都会可能 看回一个中短线目标 下面会有机会试到 12元以下这些水平 好啊 谢谢Jason的分析 也和你新报 有没有持有上述提报股份 没有持有的 好 谢谢 这期节目就差不多 稍后会有其他直播节目 稍后见